一刀一個很瀟灑 超神聯機任我拿 我是子儀 最近和平經濟是更新的突變團結模式 視頻開始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擊殺情景 他真的是一刀一個小朋友啊 前面這個你別跑 這個模式大家理解成喪屍模式就行了 開局有幾位玩家隨機變成感染者 我們要做的就是盡量躲起來 活到最後就可以變成獵手 好不願意都躲好了 我居然變成了喪屍 開局原來我是最倒霉的那一個 哎面前有人可以抓 只要撓到一爪 他就變成我們的同類了 面前這個你別跑 他穿著浪漫摸比熊啊 來讓我撓一爪 什麼天上居然跳下一只小老鼠啊 那肯定先抓你了 哎剛剛那個老弟呢 準備啊看好一個飛跳 上去就是背後一撓 我直接超神了 在這個時候最後 幸存的兩位人類是可以變成突變獵手 也就是拿著一把大砍鬥啊 面前有個進化包 瞬間變成200斤的壯漢 來我慫你啊 對面有兩個是吧 哎我被兩刀砍沒了 還不如這個小點喪屍呢 至少跑得快呀 我打不過我還能跑 下一回合我們一定要卧心長男躲在一個角落裡瑟瑟發抖啊 應該沒人能發現我吧 終於是變身了 領起我幾米長的大砍刀 先砍這個面前的肥仔 還有一個獸仔一刀帶走 現在我們的口號就是一刀一千八兩刀三千六 一刀一千八 還有誰 誰能頂住我兩刀 這老弟有點走位啊 還是吃不了我一刀呀 一級變異的小喪屍才只有一千血 肯定是頂不住我們一刀啊 這小山板一看就不行 來跳下去我去找他們 還有八隻喪屍我來一尾八 走位一定要好 隨後右鍵按著五方就行了 別跑啊肥仔 哪裡跑 再來一個滑閃追上 隔著一個窗戶我們砍一砍試試 你們的爪子是不是沒有我的刀長呀 這兩個小老弟是掛的不明不白 對於這一局好像是十二連擊超神啊 剛剛的這波刀法是不是非常專業呢 我們再躲到一個位置 又成功變身成為獵手 準備撿一下面前的強化針 結果就看到一隻小喪屍 一刀直接轉角遇到愛 這一輪我們的隊友也是相當給力啊 估計他已經坦風了 這局我們的存在感也是相當的低啊 無意間看了一眼左上角 自己這一局居然都二十殺了 就剩下最後三隻小喪屍了 他們應該是毫無還手之力啊 一直在跑我也不準備去追了 在這邊等時間到了就直接贏了 喜歡視頻別忘了點贊關注 下一期視頻一定更加精彩 我開始進去 補一半 然後 感谢观看